来人 掌嘴 三公主 那不是成娘子吗 天都不忍赴我 让她撞到我手中了 站住 大胆 深宫之中 借三公主先不予行礼 三公主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吗 就随意起身 这些时日 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 母后可曾教过你 在宫中 贵人若未命你起 你便不能起 还不跪下 在宫中 对公主皇子不恭不敬 罔顾礼节规矩 该当何罪啊 该当死罪 那便拉下去账子好了 三公主 我 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你我是无仇员 但我最讨厌 无自知之明之辈 谁能想到 十一郎挑来选去 竟看中你这般货色 你既闯入皇庭 想了不该想的福气 就该承受 是贪心之人当受的罪 来人 拉下去 给我掌嘴 打到林不宜心疼为止 等等 三公主既知道 我未来郎旭是林不宜 我阿父是曲灵侯 我是奉皇后之命 来长丘供灵训 你百般刁难不说 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 当真是不把身上皇后 放在眼中吗 你牙牵嘴立得很哪 可惜 今日长丘宫的人都不在 可没人活得住 身体不定 手放平 这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 看什么 来人 长嘴 看什么 接着来啊 住手 除非可是要拦着我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 承娘子入宫 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清交 三公主责罚绍上不守规矩 可是说母后没讲好 要当公责罚母后吗 除非言重了 母后方才还询问我 一会儿就是无宴了 怎么还未曾见承娘子入宫服饰 我总不能回答母后 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 要亲自教授规矩 所以耽误了神尘吧 除非何必急了 我不过是与承娘子开个玩笑罢了 即使母后需要承娘子去服饰 那还是赶紧去吧 那还是赶紧去除了 不过是与承娘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这一次是无论的 不过是与承娘子的 优独播剧场 这次是承娘子的 感谢观看